老师,请问什么是人生不可触犯的天规呢? 不可触犯的天规,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一旦违背,必有遭殃 尤其是最后一条 一定会让你醍醐灌顶,终生受益 第一,脾气不能大于本事 老话说,弱者易怒如虎,藏者平静如水 越有本事的人呢,越没脾气 越没本事的人呢,那脾气反而越大 好横好横的,那有用吗? 常者控制脾气,弱者让脾气控制 没有本事收习残局,千万不要放纵自己 第二,财富和地位不能大于德行 古人讲,德不配位,必有遭殃 东方的智慧告诉我们 你获得的每一分钱与你的德行 你付出的汗水和能力,始终是保持平衡的 当财富和地位超过了你的品德和能力时 就会出现阴阳失衡的状态 此时肯定会出现一方的减损 所以这个时候破财啊,你可别交情 这是好事,因为破财可以免灾 反之,假如你的德行没有提升上去 而且钱财也没有减损 它还留下来了,这个时候损伤的可就是你的身体 老话讲,扶不住拿不住 所以厚德才能债务 只有德行美好的人才能真正驾驭财富 才能扶得住财富 其他的一切都是浮云,都是过眼云烟 您说对吗? 第三,欲望不能大于能力 道德经中讲,过莫大于不知足 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所有的灾祸 那就是再也没有大过于不知足的了 人心不足,舌吞上 欲喝难天,鬼见仇 人之所以会觉得自己痛苦不幸 那往往只是欲望大过于能力 俗话说,有多大的肚子咋吃多少饭 有多大的能耐咋就过什么样的日子 千万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一味的攀比,贪得无厌 那可是很危险的 总之,人的脾气,财富,地位,欲望等等 永远都要和自己的本事,德行,能力,认知相逼配 否则那都得还回去 老师,强化奔业是真的吗? 这几是一个传说 商船在远古的时候 天上突然出现了十个太阳 晒得大地直冒烟 老百姓实在是无法生活 后来有一个叫后义的人 为了帮助老百姓解除这个苦难 他就跑到了昆仑山上 一口气射晒了九个太阳 只留下一个照顾百姓 后义为了百姓出了汗 大家都很敬重他 很多人跑来拜他为师 其中呢,有一个叫蓬蓬的人 为人奸诈,贪婪 也拜在了后义的门下 后义的妻子嫦娥 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女子 经常接着生活贫苦的相亲 大家都非常喜欢他 有一天 后义去昆仑山 遇上了王母娘娘 王母娘娘就给了他一颗 长生不老药 吃了药以后可以生天成仙 可他不愿意离开嫦娥 就让嫦娥把仙药藏在百宝山中 但这件事情呢 被蓬蓬知道了 蓬蓬一心想要把后义的仙药弄到手 就在8月15这一天 后义呢正好外出打链 蓬蓬就来到了后义家中 逼迫嫦娥招出长生不老药 嫦娥没有办法 情急之下自己吞上了仙药之后 人呢就飘了起来 越飘越高 一直飞到了月亮上 后义打猎回来后 到处找不到嫦娥 着急的跑出门外 这时他突然发现天空中 有一轮着急的月亮 月亮里有一棵桂树 妻子正在桂树旁 深情的凝望着自己 这时候他才知道 妻子吃了仙药成了仙 于是他在院子里摆上了嫦娥 平时喜欢吃的食物 对着月亮摇摇的送去祝福 当地的百姓知道以后 也跟着后义一起拜约 从此以后 每年八月十五就有了拜月的时俗 好